有人问老阿贝,这个双语画面是怎么弄出来的?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第一部分,安装中文extension 来到影片下方,点开显示完整资讯 这里的安装中文extension 就是老阿贝之前分享过的影片 跟这个是一样的 如果你之前有装过 可以跳过这个安装部分 这边有繁体和简体 老阿贝选择繁体来安装 点这边 再点这边复制安装网址 来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点Extensions 点Install from URL 点这边 并按滑鼠右键选择贴上 点Install按钮开始安装 下面出现这些文字表示安装完成 点Install标签 点Apply and Restart UI按钮 点Settings 来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点这边的User Interface 把画面往下拉 点这个下拉式选单 有出现中文选项就表示安装成功 第二部分 安装商语显示Extensions 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开商语显示网址 把画面往上拉 一样点Code下拉式选单 点这边复制安装网址 再到StableDiffusionWebUI 点Extensions 再点Install from URL 一样点这边按滑鼠右键选择贴上 按Install 出现这个表示安装完成 点Installed 点Apply and Restart UI 第三部分 设定双语显示 点Settings 画面往下拉 找到这个选项 点它 再把画面往上拉 这个选项是要不要启用双语显示 打勾表是要启用 再来点开这个下拉式选单 选择第一部分安装的中文 下面这两个选项 这一个是中文在前 英文在后 这一个是英文在前 中文在后 老阿贝选这一个 点Apply Settings 再点Reload UI 这样双语显示就完成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